Hello大家好我是丁丁 今天我们要到韩版天堂M11月第3周的更新内容啦 在讲解之前帮我点个订阅点个赞吧 好韩版本周的更新内容有怪物图鉴还有亚丁棒球赛等等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内容吧 首先第1个活动就是怪物图鉴再度开放啦 它这个图鉴活动时间是10月18号的维护后到10月25号更正 11月15号的维护前总计四周那里面就跟过去一样 比萨副本或者是一般地图的怪物达成纸巾数量就会获得奖励 然后第3阶段完成会获得能力值的加成 那这个能力值加成也是活动之间限定的到时候会回收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活动 好第2个活动是亚丁秋季棒球赛 主题就是亚丁棒球比赛啦 时间是10月18号的维护后到10月25号的维护前 一个礼拜 那这个活动因为是韩版的棒球赛季结束的庆祝 台版到时候可能不会有这个活动 那我们一样看一下它的内容有哪些 它内容主要就是针对这个活动副本 进去之后安全区域60级以上可以进场 然后进场之后会获得一个指定技能叫做棒球流星 然后你在时间内只要完成地图内的怪物 击杀70只就可以获得就可以获胜啦 那这个棒球流星的技能就是在 时隔范围内的目标还有周围的怪物造成一个范围的固定伤害 然后再往下看 本周韩版的周末制作内容分别是什么呢 四个药水可以做十个高级圣物卡包 几率的应该都是1%制作 然后再往下看这边是收藏品装备的制作选择箱 它是使用六个材料可以去几率制作 做出来东西会有什么呢 有一望之岛装备选择箱 一界裂缝 然后还有能力内衣 以及这个提卡儿的兰装选择箱等等 然后这个是变身卡选择箱 它是属于特殊系列的 再往下看本周周末制作还有加七耳环选择箱 以及加六戒指选择箱 然后这边还开放了最高级卡包的制作 就是五包最高级卡包 以及五包最高级娃娃卡包 还有五包特殊最高级变身抽卡包 然后这边还开放了加六的水晶选择箱 以及奥九奥十传送服 这边这个制作是那个经验装 红色的经验装选择箱 好下面就是重申服的制作 我们请参阅啦 然后本周的个人制作有哪些呢 个人对话商品有这个 那个梦叶之岛的精髓收藏品 100个制作 还有这个合成点数 以及合成的红变卡跟红娃卡自选箱 然后下面这就是大家期待的 那个稀有的蓝变蓝娃兑换 这次开放的是钓鱼少年保罗 还有双乞丐系列的120万变身P兑换 下面是海洋哈维骑士帕克跟老虎的120万兑换 好我们再往下看 然后本周还有开放了 那个周末制作的商城饰品提升能力 这边使用那个饰品防暴卷轴 就可以进行几率性的提升 他的提升项目就是 加期戒指的升级 还有加期耳环的升级 以及祝福系列的戒指跟耳环升级 好再来看本周的商城特殊制作是什么 有紫裤神圣的成长裤子 还有真经验套装 紫经验装 以及这个过去还没开放过的新的卡片选择箱 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左边到右边是传说卡片选择箱 他里面可以选择的是稀有的紫辫紫瓦卡 例如漆黑死骑 然后震恨死骑 还有不死鸟 以及暗黑之星宙斯那种稀有娃娃卡 然后中间那个是暗黑龙的传说卡片选择箱 可以选择暗黑龙阿顿 暗黑龙斯利安以及暗黑龙宙斯等等 右边的是爱比诺盆地的选择箱 里面可以选择的是娃娃卡 爱比诺恶魔爱比诺凤凰 以及爱比诺独角兽自选箱 好再往下看 这是韩版这周的礼包 这个我们台版也有东西 就是那个龙之罐罐箱 还有这个是韩版这周的钻石包 也是一样四色币选择箱 纵横一币选择箱 外加一个 那个抽卡制作兑换券 然后这边就是凭证 其实内容都跟现在礼包差不多 他的那个兑换券 抽卡也是换成那个 金字型神塔的卡包一包 或者是最高级变身 以及最高级娃娃卡卡包 看你要选哪一个 再来往下看 就是这个凭证 本周的凭证开放制作的是这个 哎呀这个应该是 水晶吧 加五水晶的选择箱制作 以及徽章 水晶跟徽章两个的制作 分别使用八个或两个 或八个两个 去分别制作那个 加五的水晶还有徽章 那这次的16个硬币兑换的就是神秘的 变身卡三个 那这边韩版这一周是没有开放那个紫变合成的保底点数 所以有点可惜 也没有开放三色币的保底兑换 好以上就是韩版十月第三周的改版内容 呃这周应该也算是一个比较没有什么特别内容的一周啦 算是韩版的淡季吧 没有什么事做 只有这怪物图件可以让大家慢慢打 其他那个棒球活动跟我们台盘也没有什么关联 好那我们期待韩版的下一次大动作的更新吧 感谢你们收看 记得帮我点个订阅点个赞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